影片是哪裡來的 是你拍的嗎 實際開刀房金爆偷拍 涉嫌散佈私密照的黃姓護理師 穿著一身護士服被移送北檢 面對記者提問 心情卻看來異常雀躍 付訓後十萬交保金付不出來 被限制住居 不過他從頭到尾都自稱是吹哨者 正因為他說還有更多人都做同樣的事 黃姓護理師在醫院的宿舍 24號凌晨也遭檢警大動作搜索了三個小時 查扣手機電腦平板等證物 黃姓護理師被依妨害祕密罪約談筆錄 但他公稱照片不是他拍的 是朋友傳到群組內 也不願證實拍攝現場是否在醫院的開刀房 可是護理師卻在PTT上附上工作 證明具名爆料 說離開前必須揭露令人作偶的事 點名其他同事連未成年的裸體也沒被放過 不僅拍攝還觸碰 難道是因為想離職 俠願報復嗎 就是有聽說這件事 我覺得那個有可能是醫生要打病例 流傳下來的就是照片 我最為是覺得就是病人就是病人 所以我不會想要額外摸他的身體 黃姓護理師自稱是百萬網紅 但IG不過一千多追蹤 這回爆料醫院黑幕被點名的慈禁醫院也發聲明 沒有證實或否認 僅表示全案已經交由檢警調查 不願再回覆 曾是身心科護理師的他是自導自演 想毀了院方 還是真有他人偷拍 他是正義之聲 得等檢警抽絲剝繭 才能讓病患安心 三宿佳明全體無線報道 盡頭前認錯 曾參加一支節目獲得總冠軍 被封為全台最聰明醫師的孔凡景 二零二一年四月中 爆出整間性新女病患 同月底又對另一人 以藥幫忙看背後痘痘 為由性騷遭提告 後來被檢方查出 同年還對一名未成年進行性侵 另外兩年前也曾有臺大醫院 婦產科名醫涉嫌下藥性侵女業務 有人醒來發現自己躺在醫院休息室 也有醫師開刀房 誇張拍照 二零一七年北部某醫院 曾有加拿大籍醫師 在醫院開刀房拍照打卡 甚至另一名哥倫比亞來的醫師 在病患縫合手術到一半 拍下自己工作照 上傳IG 當年院方澄清 只是整型專科醫師來臺交流 拍照只是用來證明有實習 手術房拍照打卡案例 還不止這一裝 十年前臺東某醫院也有女護理師 PO出一名剛進行完心導管手術的患者 躺在手術台上的照片 完全不顧病患隱私 醫護約束不夠確實 手術房診間都會有延禁拍照的告示 醫護也不能任意以手機拍攝手術病人 除非是用在醫療用途 違規的話根據醫療法 最重可撤照一年 就怕類似行徑層出不窮 恐怕傷及醫護人員及院方形象 三線新聞往前一下報名台北採訪報導 川島有關檢查